看看海面上风浪有够大 交通船几乎是随着起伏浪头 用跳的在行驶 里头的旅客不夸张 根本就像在坐海盗船一样惊险 其中还有一名乘客 竟然被屠如其来掉落的天花板 给砸伤了头 交通船的天花板 疑似因为风浪过大 造成船体摇晃 竟然直接从上往下砸 造成40岁的理性男乘客 头部后脑约有4公分的撕裂伤 幸好人意识清醒 交通船立即返航 将人送已久之 受到台风引进的西南侵流影响 屏东往返小琉球的航道 风力达到6级 虽然要到8级 才算是交通船的停驶标准 但风大浪高光看就觉得会晕船 没想到却不见有颗兴致 照样抢搭船要到小琉球度假 反观肯定因为浪高达到2公尺 海滩上已经插上了红旗 游客通通都不能下水 无奈有些游客根本不照规定走 只要看到管理人员来巡视 就乖乖待在岸上 人一走立刻抓紧时间下水完 但警示红旗就已经插在那 表示不能下水 不许游客还是乖乖照做 以免发生意外 后悔来不及 记者张同华张信仪评论报道 明天坑